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萬迷祷人節目 現在錄影時非常大雨,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我身邊的下雨的聲音 今天會跟大家說說隊長,因為昨天我講的節目裏有些朋友說我無視隊長 我都要解釋究竟發生甚麼事,另外最近我們隊長墨佳亞真是我們的風頭燈 很多資訊都關於他,我會跟大家分享 但要分享隊長的資訊和看法之外 之前要多謝Francis,他就在Super Thanks邀請大巴 不是喝奶茶,Francis特意說要贊助大巴買羅漢果 多謝Francis,當然仍然會繼續喝奶茶之外都會喝羅漢果 其他朋友如果想贊助大巴喝其他東西都可以在訊息中提出 多謝Francis,好,說回麥加亞隊長 首先要說回昨天的那段文章,即是我的影片 因為大家要搞清楚,我昨天就說國際賽日對於我們對曼城那場球 一些可能是正選球員的影響 我當時來說的前設,我的估計是用我們贏阿仙奴那場球 作為復稿的正選球員 所以隊長就不在正選球員裏面 所以我沒有遮蓋他,譬如雲迪碧 或者Ellinger這些我都沒有遮蓋的 因為我就是基於我們的正選球員國際賽日對他的影響 至於為什麼除了福仔之外會說斯朗呢 就是因為福仔現在眾說紛紜 有些媒體就說他已經復操 有些媒體就說他還沒復操,那究竟他還在操未呢 我暫時在官方看到的照片就還沒看到福仔的 實際上不知道會不會是我們的秘密武器 所以由於福仔未必出到,所以我也要提提斯朗拿到 因為福仔出不到的話也遇無意外可能是斯朗正選 四元就是這樣,所以我並非針對麥隊長 也並非無視隊長 因為其實他在我的討論範圍裡面 就不在裡面而已 但是近來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之前很多朋友說 麥加瓦就是踢曼聯線了 罵而已,踢英格蘭國家隊 沒問題也沒失過 跟之前迫復特的情況有少少相似 但是剛剛對德國那場球,大家看到了什麼 你看到的,我也沒什麼怎麼說 因為我沒有體足全場 所以我經常說,沒有體足全場就沒有發現權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怎麼說 大家自己看了可以評論一下 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說 當然歡迎你們,因為你們如果有體足全場的話 你們絕對是應該要作出評論的 由於我沒有,所以我沒有評論到 但是周夫基仍然很支持隊長 為什麼呢,他就說 為什麼我不選他入選英格蘭國家隊 因為他是其中一個球員 會讓我們,即是英格蘭 大一點機會贏球的 所以你看到 周夫基對於哈里麥加瓦很有信心 說真的 周夫基不是亂來 隨便說,當作被卡 為什麼呢 剛剛在Manchester Evening News看到 有一段報道 他引述了一個好像說是賭博的公司 叫Midnight.com 他寫了一篇文章 關於哈里麥加瓦的 這篇就是那篇文章 作者 就是James McBath McBath說什麼呢 大家不要以為 哈里麥加瓦留了 其實 他的數據 跟Vandy 即是這位利物浦的中堅球員 令利物浦越踢越好的 因為現在都有點悶悶 數據差不多的 就是什麼呢 在他的202場英超的上陣賽事 他拿了206個Tackle 即是 成功攔截 有這個69的success rate 那這個呢 總共有221個Interest 1 這個就是Vandy的數據 Midnight多踢他四場 總共拿了254個Tackle 基本上那個success rate 是67個Tackle 即是跟Vandy 只是差2個Tackle 亦都是相當之厲害的 另外 曼聯的麥加瓦 總共326場 1.58 Vandy就1.59 Interception per game 所以 是絕對是一個好的數據 另外 高空爭頂 Vandy 贏74個Tackle 麥加瓦贏72個Tackle 他倆 都在迫失的球會裏 真的相當厲害的 這個 record 還有 這個他就沒有講細節了 他說 如果球會看重的數據 麥加瓦絕對是一班好的中堅的其中之一 但是當然 大家對他的觀感可能就 不同了 這樣 那句 我經常都說的 數據的東西 真的你要找到 你有了答案去用數據的支持 其實總有辦法 因為數據五花八門 甚麼都有 還有 人無緣人 沒有人是完美的 總會 有些數據 某些球員好一點 有些數據 某些球員差一點 但是 有一個數據很有趣 他又沒有提到 我就不知道 隊長 麥加瓦的數據是怎樣 就是什麼 他提到 John Stones 就是剛剛曼城的 本來踢中堅 現在踢了右閘 就是幫手蹬腳 也都對英格蘭受傷的那位 他說 原來史東斯的TACO 這個攔截的success rate 成功率 是80.72的 壯勁 但是問題 他也有提到 他舔的指數也相當之高 因為他的152輸球也相當之高 所以 每一個球員都有比較好的數據 也有比較差的數據 如果自己是集中說他的好的數據 那他就很厲害 如果自己是集中說他的好的數據 他差的數據 就很差 所以數據 其實就很全面 所以 我們都要看看 隊長 麥加瓦 他的想法是怎樣 他的想法其實跟我們很多的曼聯球員 都是很相似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就這樣說 在這個賽後訪問 他就說 老實說 我就不聽 外面的噪音 I don't listen to the noise 為什麼呢 有原因 因為我就是曼聯的隊長 那曼聯呢 就是最多人說的 英格蘭球會來的嘛 如果我要聽很多的其他人的說法 或者其他人的雜音 我整天看都看不完 隊長真的說得對 我們整天看就看了整天 所以我就不聽了 不管那麼多了 我就可以想像到 有很多人說我的 因為我近來就沒有正選 我是一個足球員 就在來到職業生涯的這一部分 就很少遇到這個情況 即是沒有正選的情況 我永遠都是一個球員 是預備好了 還有呢 我通常都會在正選陣容裏面的 所以對於我來說 這件事是很不同的 我也都不想 習慣這件事 他就這樣說 我是需要什麼呢 在訓練的時候 做得越來越好 make sure 當有機會的時候 我就是預備好的 OK 這就是完結 這就是剛才第一張圖 所以你就看到 隊長 其實 我自己想說什麼呢 我對隊長的看法 就是說 其實他是一個有心的球員 這個我就完全 無無置疑 無論他在球場上高表現出來 或者他經常訪問都是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亦都去到一個 叫做樽頸位 還有呢 很明顯現在的信心是很差的 因為還記得 他初初來到萬聯的時候 踢得相當不錯的 他 一路跟Soy兩個 不停地上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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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沒有受傷 亦都幫到萬聯手的 當然 打法上也不同 他又會否認到現在萬聯星的打法 這是其中一個重點 但是 他的態度 我是不懷疑的 現在的問題估計 最大就是所謂的信心 或者剛才所說 萬聯改變的打法 他能否適應 其實不就是他的 包括Soy 包括文比薩卡 包括 好幾位 現在表現得不好的球員 都是在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你看到 起碼他現在 在訪問的時候 他說話都是很正面的 他都用正面的心態去面對 這個呢 我個人估計 亦都是 為何那些領隊 都偏向喜歡他的一個原因 尤其是蘇斯一查和 秀夫基 因為他兩個都是很打士氣的球員 而相反 我們現在的領隊 Eric 就未必是那麼打士氣的一個領隊 相對 他不是不靠士氣 任何一個領隊都靠士氣 但是可能他更加著重 你在系統裏面 怎樣發揮 所以呢 他就沒有之前 周夫基 或者蘇斯一查 那麼著重 或者那麼體重 你麥加亞 這個以上就是我根據 我看到的一些情況 當然我不認識麥加亞的實際數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既然我們看到一些公開的資訊 就作出一個 對麥加亞的看法 很簡單的說一句 只要你一天是萬聯的球員 無論你是隊長好 不是隊長好 我沒有什麼分別的 你 我也是想你踢得好 因為 說真的 一個萬聯球員踢得好 就是萬聯之福 這個道理其實就很簡單 好了 另外還有一點點想分享的 就是說 剛剛昨天在WhatsApp Group那裏 就有朋友分享出來 就說有些 不是球迷的朋友 就覺得 就是我們萬聯球迷 他 那個人覺得所有的萬聯球迷 或者很大部分的萬聯球迷 都笑麥加亞 或者想他 不踢正選 或者說他這樣那樣 就覺得這件事是很差的 甚至乎那位是女性 就說我不會 選萬聯球迷做男朋友 當然 這件事 各位朋友分享 我想說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我自己 以下所說的都是我的個人意見 你不需要認同 你絕對可以在留言說你的看法 這個絕對沒有底足 純粹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 我覺得 萬聯球迷 說真的 分分鐘成億 就算沒有一億 都好幾千萬 怎可能每一個 都是說要笑一下 哈利麥加亞 或者 要覺得 你走啦 諸如此類 或者是怎樣 因為 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 第一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我從來都是 只要你一天是萬聯球員 我都是想你好的 但是不代表 你踢得很差 或者你踢得不知所謂 或者你的態度很壞 我都要支持你 因為我講得很清楚 我是支持球會 我不會支持 不會特別 盲支持一位球員 一個領隊 是吧 因為 如果你是為了萬聯 高攻盡碎 我當然要支持你 亦都希望你好 哈利麥加亞是屬於這隻 我就不覺得他是玩東西 不過 他真的那個 很多次掉漏 令輸球 或者每場球 有一兩個很大的錯誤 發生得太多 這件事也曾經出現過 在迪基亞身上 大家記不記得 所以大家搞清楚 如果純粹站在我個人的立場 我是因為他的表現差 而作出批評 就不是純粹因為 他是哈利麥加亞而作出批評 我想這個是有分別的 當然 就是那句 我只能夠代表我自己 萬聯球迷有 一千上萬 幾千萬 我自己很害怕的一件事就是 為何因為一部份的人 去做這件事 而令到所有的萬聯球迷 都是被歸納於同一類人呢 因為如果你有這個想法的話 其實 你即是說 跟這個 歧視 這個有色人種 或者歧視女性 都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都是覺得 可能很多 有色人種 或者很多的女性 都是有這樣的 他覺得 做法 或者一些這樣的態度 所以 所有這件事的人 都是這樣的 這個我自己 絕對不認同這個做法 或者這個想法 當然如果你是這樣想 OK 這個是你的想法 我不會影響你 我從來不會想著說服你的 我純粹 想說我的看法 所以 我也是說一句 我在一個WhatsApp 我已經說了 我自己的看法 萬聯球迷 是唯一 只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支持萬聯這個球會 沒有其他的 即是我不會因為你是萬聯球迷 而先日為主覺得你是一個好人 又或者我 因為你是萬聯球迷 而覺得你是一個壞人 因為兩件事沒有關係 每個人都是一個 個體 雖然大家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支持萬聯 但是不代表 你們的性格 你們的想法 你們的思維 是一模一樣 或者 一定相似 正如很簡單 不用看那麼遠的 你看回我們這裡的萬聯早晨 你看回大家的留言 喂 每個看法都有自己的看法 每個想法都不同 所以 怎麼可以 就這麼簡單地 易分化 萬聯球迷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想法 我自己就 接受不了 不過純粹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大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記住 我們萬聯早晨 一個很重要的中心思想 大家可以隨便說出自己的想法 但是千萬不要 有一個前設 就是你想說服其他不同的想法的人 跟你一樣 因為這個 只要你有這個前設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 你的思考 會有一個偏頗 這也是我自己的看法 也是借用了 谷德超先生曾經在 一段他的 講座裏面說過的 OK 這次就到這裡了 多謝各位收聽收看 拜拜 拜拜